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在美国西南部城市圣塔菲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俗艺术市场 美国王阿童记者刘文明和我最近到现场 实地探访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俗艺术市场 除了对民俗艺术做进一步的了解之外 还了解民俗艺术家背后的故事 在美国50个州当中 最古老的州府是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 他于161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所建 今年侍奉庆祝建成400周年 我们一到这里就立刻被他融合西班牙 墨西哥 印第安和美国文化的建筑和气氛所吸引 别看这城不大 在空气中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气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圣塔菲为一个创意城市 还是全美第二大艺术品市场 在各类艺术中 民俗艺术在这里生根发芽 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民俗艺术博物馆 我现在来到圣塔菲国际民俗艺术馆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俗艺术馆 里面的展品超过20万件 我们进去了解一下 圣塔菲民俗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沙博尔 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民俗艺术 民俗艺术必须源自于社区的传统 所以虽然民俗艺术品是由一个个人 或一个家庭或一个合作社所创造的 但是灵感都因来源于社区和社区的文化有关 这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 也是我们在民俗艺术市场里看到的 从2003年开始 圣塔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 每年都举办为期两天的国际民俗艺术市场 该市场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 来自世界各地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俗艺术家和工匠 每年都会来到圣塔菲 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俗艺术市场 世界各地任何一位民俗艺术家都可以申请参加 但是必须通过申请程序 才能到这个市场上设置摊位 今年有170位来自全世界50个国家的民俗艺术家参加 其中92%来自发展中国家 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人均收入 每天只有3美元的国家 圣塔菲国际民俗艺术市场执行主任 莎林塞尔尼 是这个民俗艺术市场的创始人之一 她说这个市场很有意义 它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消费者 可以通过购买这个市场上的产品 创造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消费者花在这个市场上的钱 90%都随着这些艺术家带回他们的家乡 这些消费者知道他们能通过购买这些产品 改变他人的生活 所以这是消费主义和慈善事业的一个很好的结合 对于这些民俗艺术家来说 参加这个市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来到这里的艺术家一般带回大约16000美元的收入 他们很多是来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 因此这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树木 在巴基斯坦塔尔沙漠 就有一个学校叫做圣塔菲沙漠学校 每年圣塔菲居民对远从地球另一端来到这里 参加国际民俗艺术市场的民俗艺术家都予以热情款待 市政府官员在今年民俗艺术市场正式开始前 在市中心广场举办音乐会 隆重欢迎这些民俗艺术家